超水實驗歌賽 歡迎吳秉承師傅 日本生活就是比較大 對 日本廣島賴戶內海 因地理環境特殊 擁有穩定的海流 還有豐富的浮游生物 使當地的雙殼貝類的產量 高達全日本的60% 在每年10月到活年3月 這是廣島牡蠣最盛產的時候 好鮮喔 每一顆都鮮美飽滿 它的營養價值非常高 富含鐵質 甚至被日本封為 帝王級食品 帝王級的食品 天啊 因為它鐵質非常高 第一次上節目的是誰啊 范子湯來過嗎 沒有 沒有來過 第一次 你會來了一個 要不要不要的 OK 蔡尼叫做 游林鮮辣生蠔 游林鮮辣生蠔 鮮辣 游林鮮辣生蠔 要做幾分鐘 五分鐘 這單元就五分鐘 五分鐘 五分鐘做這樣的內容出來 你會不相信 你會以為是不是就這樣 往上淋就好 對啊 那我烤一下這樣子啊 吳秉辰是這樣的人 準備 計時開始 好 鍋子這邊呢 我會利用大量的香油 我會利用大量的香油 對 最大火吧 這邊看 我來 我弄 好 這部分它需要就是會煸 蒜頭的香氣 它有生死條件對不對 有生死條件 來 這米酒進來之後 它會降溫 我來是做一個就是浸泡 一個減菌的動作 對 一個減菌 它剛剛放那個米酒啊 或是稀釋料理 在燙生蠔的時候 一定要放白酒 對 因為你如果溫度很高的話 生蠔下去 它一瞬間會爆開 因為它的膜 你必須要溫度降下來 它才可以 就是我們吃那個生蠔 對 這邊蒜頭 白酒清酒 蔥花兒 蔥花兒 香菜 不需要火對不對 還沒 我先讓它泡一下 它這樣好香喔 剝皮辣椒在裡面是一個 口感上的食材 對 它是一個梅劍 所以這邊會把它切細細的 加什麼 黑胡椒 黑胡椒 對 黑胡椒加了一大小碼 醬油 日式醬油 對 因為今天的日式醬油比較甜 所以我帶一點點的 調和一下味道 對 它那個拿來蒸魚淋在上面 也很棒 對 它燙過完之後 還是好大一隻好白 完全沒什麼輸 等一下一分鐘 帶水一分鐘 這時候降溫了 這樣就好看了 好吃 這乾上了也不得了 有 好明顯 天啊 所以這樣四個人的話 它真的好厲害 吃兩顆 可以 吳秉晨師傅 吳秉晨師傅 吳秉晨師傅把這個搞得熟的 香 香度剛剛好 香爆了這個 好實感喔 好香 我都聞到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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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天啊 完成了 完成了 游林煎蠟燈頭 35分鐘 厲害 這要怎麼吃啊 一口嗎 可以先把那個 背數把它先拿掉 背數把它弄下來 好大一個啊 好飽滿喔 剛才如果留掉的話 可以再補一點 好開心喔 好久沒吃生蠔了 郭秉晨師傅 有出個懶人的 烹調素的那本書 對 一百道 一百道料理 就是 想要學做菜的 或不會做菜的 這本書很好 讓你入門 真的好大哥喔 咬下去整個爆漿耶 那感覺是奶油 很髒的奶油爆開來 對 好好吃喔 再不是生蠔酒館的負責人 曾經 曾經 他來 曾經 他來開過生蠔酒館 聽起來有點梗 對啊 好比辣椒 好好吃 他自己會最清楚 來 我們一般在吃生蠔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說 會帶一點點酸的這樣子 因為可以去腥味 但是剝皮辣椒 本身是帶甜的酸 所以剝皮辣椒的酸 剛好跟生蠔是非常非常大 甜酸喔 是在台灣的食材裡 就找出一個很好的平衡 在做這個食材 好好吃喔 吃到真的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 真的很可惜耶 掌聲鼓勵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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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